他让我们的亲人变得陌生 什么原因让我们离他越来越近 简单的游戏能帮我们发现什么 健康之路尽情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参与我们的游戏 我们先回过头 大屏幕上会出几个词汇 来 咱们转过头来看一看 我们这位男士您记这第一组 一共五个词 红旗 闹钟 大树 汽车 冰棍 好 那我们这位女士您记另外一组词 来 您转过身 您需要记住 蟑螂 手表 裤子 书 帽子 好的 请两位长个身来 再给大家出一个小小的数学题 咱们一块来猜语 请问九十减七等于几 九十减七等于八十三 八十三减七等于几 八十三减七 反正是七十六 七十六减七等于几 我脸上写的吗 六十九 六十九减七等于几 六十九 减七 六十九减七应该是八 七十九 六十九减七 六十九减七 六十九 六十九 六十九减七 五十二 那十块钱您给蜜了呀 六十九减七等于几 等于五十二 点蜜的十块钱 多少多少 你俩一家了吗 六十九减七不是六十二吗 好好好 没关系 那没关系 刚才记得那五个词汇 还记不记得 记得 那五个词是 我亲到中搭书 还有什么 再想想 大树 哎呀 这说出来俩 想不起来了 我说我再想想 大树 还有汽车吧 几个了 三个了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 我们刚才这位男士 记上来三个 看您记得比他多不多 您说说您记那五词 都什么来着 蟑螂 手表 一个裤子 还有帽子 还有一个什么 我想想 蟑螂 手表 裤子 帽子 还差一个 还差一个 咱们应该用掌声 先鼓励两位了 我们这位好厉害 记上来了四个 那我们这位男士呢 记上来了三个 那通过这个小测试 是帮我们了解什么呢 咱们先回到座位上 听专家们们说 好不好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 来自于魏纪委 中日友好医院的 彭丹涛医生 有请庞医生 欢迎庞医生 您好 庞医生 欢迎您 非常好 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小测试 好像大家挺开心的笑一笑 但是为什么要带着大家来做这个测试呢 因为呢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节目呢 围绕着我们的健康记忆方面的内容 那么很多的 尤其老年的观众呢 都会担心记忆力不好了 将来是否会发生痴呆等一系列的 这样的一些疾病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呢 如果我们不重视记忆力的下降的话 那么不预防我们的记忆的下降 那我们将来呢 可能患老年性痴呆的几率会很高 到底呢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呢 帮我们进一步的判断和了解它 待会请您慢慢介绍 请先乐个 方医生 其实我们说老年痴呆老年痴呆 看得出来呢 这个是和年纪有关系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第一题 我们看多大年纪的老人 要开始警惕老年痴呆了呢 是45到60岁 65到75岁 还是75岁以上呢 请大家做出判断 应该是65到75 因为我知道好像现在国家规定 这个发老年痴的年龄是必须到了65岁以上 所以60岁还算中青年的 所以应该是65到75岁 我家一亲戚的爷爷 今年90了 十二三年前见他的时候 那时候还好 大概在十年前吧 才慢慢的人开始糊涂的 然后现在经常会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身体特好 就是什么都记不清楚 就是从80多岁开始 对 80多岁开始 人年纪越大 越容易得这个病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判断是什么 多大年纪要开始警惕了呢 开始警惕的年龄 很多观众选择的是65到75岁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要提醒 已经处在65岁到75岁之间的人 不应该警惕老年痴呆了 为什么是这个年龄段呢 在国际组织上 老年呢 就65岁以上我们叫老年 那么既然叫老年性痴呆 也叫Alzheimer病呢 顾名思义 就跟我们的腮老和年龄是相关的 那如果超过65岁以上 发病率比较高了 所以从65岁呢 开始警惕是有道理的 当然了 个体差异 也有很多家族或基因相关的 那么它可能65岁以下 甚至40多岁也有发病的 但绝大多数的患者呢 是在65岁到75岁这样一个人群 另外呢 如果不从65岁以上就开始注意 到80岁已经得了老年性痴呆了 再注意就晚了 咱们看看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我们的大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就提醒呢 我们到了这个岁数啊 的确应该关注一下老年痴呆了 咱们来看看 我们的大屏幕呢 显示了正常人啊 和我们的Alzheimer病患者的 这样的两个模拟的图形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正常人的这样的人群当中啊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脑子啊 大脑呢非常的饱满啊 然后这个勾回也很窄啊 再看Alzheimer病的患者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勾回都会加深啊 勾加深了 那么脑液啊 脑回就已经萎缩了 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近视记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下降 或者是障碍 但是如果经常出现这样的近视记忆障碍 一定要小心是我们的二财膜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早期的这样一个预警 那记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呢 很多人我们都会有记忆力下降的体验啊 包括我们年轻人在内都会有 今天比如说忘带钥匙了啊 后天想哎呀我是否把这个车门锁好了啊 等等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是不是只要有记忆力下降都会到了二财膜病呢 那么很多老年人就会为这个感到焦虑 他会来提前来看病 那么我们怎么界定痴呆这个疾病呢 就是说人你再老再虽然老你都要独立 你能有独立的自我的生活能力才可以 如果要是他出现了 不能够完成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能力了啊 那我们说你要警惕 是否有痴呆的一个出现了 这些估计在上了年纪的观众当中 应该是经常出现啊 那我们看看啊 还有一些测试呢 也能够帮我们来了解一下 现在咱们的大脑的记忆力怎么样了 是不是需要格外警惕 我们请上两位观众 咱们先得跟大家说说 咱现在多大年纪了啊 说说您多大年纪了 六十九 哇 身体真好 比气这么足 您呢 六十六 六十六岁啊 那我们呢这样好不好 一人拿一个体板来啊 嗯 待会儿呢我会念一些 词汇 希望您在我念的时候 尽量地要记住它 因为待会儿呢 我们希望两位看看 能够写出多少来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呢 也可以开动您的脑筋 一块来记忆啊 好 听好了啊 老虎 苹果 看看呢两位能够回忆起多少词汇来 大家一起来回忆啊 您也可以拿笔呢 写下您刚才记住的词汇 待会儿我们要手一手 看看大家记住了多少个啊 看看能想起多少个来 嗯 这脑子吧就得经常练习练习 不练习吧 它真的就秀住了 不太好用了啊 努力地回忆回忆 小林在写呢啊 哎呀我是之前呢 我想着呢 然后后面都没注意听 一共15个词汇 好了 已经非常努力了 咱们来看看我们两位观众啊 哎 回忆出来的多少 叔叔 翻过来 对 我们阿姨也这样 把题板翻过来 嗯 老虎手机手表 燕子汽车 苹果 锅 一共记住了 我看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词 我们这位阿姨呢 回忆上来了五个词汇 小林写上来几个 我写来十一个 那我们刚才做这个测试 出现这样的结果 意味着什么呢 嗯 实际上呢 刚才主持人给我们展示的 这个测试呢 是我们非常经典的 国际上呢 测近视记忆的这样一个测试 我们叫单词学习记忆 这样一个测试 一般来讲呢 我们正常人都可以回忆到 六到七个以上 当然了 这个呢 不作为一个决定的 这样的一个值 来测定你是否真的得了疾病 只是我们辅助判断记忆的 一个方法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 反复的记忆力下降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三分钟 五分钟 或者说我们反复的记忆 都出现这样的一个 单词回忆的 这样一个减低的 非常非常的多 比如说都在五到六个以下 还是应该及早到医院来看 现在叔叔的测试结果 刚刚及格 我们阿姨流糖了啊 阿姨 那我们问了啊 看看彭音社 有什么进一步的办法 帮您确认 我们现在是不是更应该 警惕老年痴呆 好不好 我想呢 阿姨肯定想问了 说这次呢 是不是我这个 回答的少了一点点 就意味着我有问题了 也不用那么紧张 我们经常呢 要让我们自己记住的呢 是要比较三句话 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跟我原来比较 我是否下降很多 有吗 对 有 怎么个下降很多法 就最近我就 没有说到丁香拿个鸡蛋 拿了一转身 不知道放哪了 找不见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 既然所有的老年人 都会衰老 那么跟你 就是你身边的 你左邻右舍 跟你年龄相匹配的老年人 你跟人家比较 是否差距很大 有吗 跟您的老闺蜜比一变 对 还是有差距 是比他们好 比他们差 比他们差 怎么个差法 我们现在就在社区参加活动 就有的 像背个啥词了 好像不如人家 那第三个问题呢 比如说您的老伴 或者您的儿女 跟您一起生活的 对您比较关心的人 他对您的评价 如果他觉得您 也比周边的人 或者比以前 差距很大的情况下 他觉得您已经不在正常的 一个衰老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了 觉得您有问题了 儿女不在身边 就我和老伴两个人 所以说我两个人 我说他老年痴呆 他说我 反正两个人互相 有时候找这些东西 就互相软烟 你看阿姨刚才这三个问题 其实都是回答式的 就更应该警惕了 是不是 对 那么如果这三个问题 都有了的话 早期到医院呢 我们可以帮助您 诊断和治疗 谢谢阿姨 谢谢您 那我们看一看 这个老年痴呆 除了和年龄密切相关之外 还和什么样的一些疾病 其实也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看下列的哪一种疾病 会导致老年痴呆呢 是癌症 脑血管病 还是肠胃病呢 请大家做出判断 因为是脑部出现了一个变化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B吧 脑血管疾病 只有这个是在脑袋里 看一下选择 绝大多数观众选择的都是 脑血管病啊 或者是癌症 那我们看看 这里是由无限级高品质中 扫药健康食品独家冠名 由关注白内障 关注眼健康的 沙普艾斯科学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欢迎您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CCTV微视客户端 只要您对着屏幕摇动手机 就可以获得当机的健康资讯 那我们看看 相对来说 会导致老年痴呆的 就是脑血管病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实际上呢 如果作为老年性痴呆 癌痴癌病 单纯的一个疾病来讲呢 那么我们可能跟萎缩退型 更相关一些 但是如果作为痴呆 一个症状来讲 那实际上很多的因素情况 和疾病都可以导致痴呆的出现 但是如果要是说 疾病最相关的 发病率最高的 最容易引起痴呆 又是直接的 那么就是像我们嘉宾 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选择的这样 是脑血管病 尤其在我们的脑血管病 发生在我们认知部位的 这样一些关键部位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梗塞罩 或者是出血罩 都会直接导致痴呆的 这样一个出现 我们看一张图 让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一旦要是有脑梗的话 或者脑出血 会给我们的脑部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观众朋友呢 看到了现在这个大脑的图呢 在中间标下了一个丘脑 丘脑如果出现梗塞的话 最容易出现痴呆的症状 另外呢 它还跟我们的海马相联系 所以可以出现丘脑性遗忘症 出现我们的记忆力的下降 那我也见过这样一个病人 他就是一个丘脑的一个梗塞 他是一个大学的 历史学的一个教授 那他呢 在两周之前呢 完全地生活自理 而且呢 能够自己上课 给学生讲课 在这个两周之内 他突发的一个 就是当时呢 他就语音非常低微 然后呢 你问他 你说你早上吃什么 昨天吃什么 然后送到我们医院来以后 问他 你在哪家医院 他都回答不知道 然后问说 今天几月几号呢 跟正确的日子呢 相差了十多天 他的学生和老伴 一直在看护他 但问 谁在这看护您 他也说不清楚 我们让他算 一百减七的时候 连续减七的时候 只能算到一百减七 等于九十三 再往下就算不了了 跟他进行语言交流的时候呢 早词非常困难 一个六十三岁的 能够正在给学生讲课的 大学历史学教授啊 就到了这样一个多领域的啊 包括我们的近时机隐障碍 包括人物地点 时间定向障碍 包括计算力障碍 包括语言障碍的 这样一个多领域的一个认知 一个痴呆的一个损伤 最后呢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词公正 就是丘脑出现了 急性的脑梗塞 导致的这样一个痴呆 所以我们可以看啊 脑血管病导致痴呆 还是非常常见的 其实我觉得啊 咱们在外表看人的时候 大家都差不多 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同 那怎么呢 才能知道 他的语言功能在下降呢 语言呢 我们包括听说读写 复述 还有呢我们的阅读 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能力 比如说这个病人 他自己在表达语言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说 哎呀我怎么最近早词 非常的困难 不如我原来的词汇量 那么丰富了 我们叫语言的自由表达下降了 也有的时候呢 跟他交流的时候 他觉得 哎我理解不了你说的话 我们可能要解释一遍 再解释一遍 患者才能够明白 就是我们的语言的理解下降了 另外他在阅读的时候呢 经常出现障碍 还有在书写的时候 提笔王子 经常画圈 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签不了 还有就是我们的命名 我们给他一个很普通的 这样的一个清肠 他熟悉的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动物也好 或者水果鲜花的命名也好 他说不出来 但他能说出用途来 比如说给他一支笔 都是用来写字的 但他说不来这是笔 这都是已经比较严重的 老年痴呆的患者了 那我们说在早期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 我现在是不是有 这样的危险性 咱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小测试 在早期的时候 帮助大家来了解 我们掌声欢迎两位观众 还气质真好 我问问您多大年纪了 08 68岁 您呢 63 63岁 好 那咱们做这个游戏 也非常的简单 我呢 先给我们这位阿姨 戴上个耳机 哎呀 里面有特别好听的音乐 好听吗 好听吗 她听不见 太好了 深深地爱着你 深深地爱着我 谢谢你阿姨 我也爱您 那我们先到旁边等一下 阿姨先在旁边等一下 叔叔啊 给您一个任务 请您 说出十个动物的名字 越快越好 笔摆 开始 小鸡 小鸭 小狗 猫绿 牛 马 还有 动物是吧 对 六个了 六个 还有呢 大象 老虎 浪 狐狸 还能再说出来吗 那个 那你再说 再说就是那个豹子 金天宝 狮子 骆子 猫驴 猫驴说了 这我可给您记着呢 十三个了 非常棒了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这位叔叔啊 很棒很棒 阿姨啊 这回该您了啊 咱可以把耳机摘下来 您说十个树的名字 树啊 松树 杨树 鱼树 百树 拐树 还有 大家一块儿想 银杏树 还有杜猪 胡同树 杜猪 还有呢 桃树 黎树 杏树 对 对 阿姨就非常厉害了 是不是 我们掌声给阿姨鼓励一下 太棒了 那通过我们这个测试来了解什么呢 彭医生 两位观众朋友啊 说了我们叫词语流畅性的这样一个检测 就是一分钟说动物的名词啊 那我们两个观众呢 表现得都非常的突出 一般呢 我们要求一分钟能说出十一个来 就已经很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阿姨和叔叔啊 都是表现得很好 那现在难题又来了啊 先给叔叔带这回啊 阿姨现在的问题呢 发 为开头 祖词 看看您说出多少个来 以发祖词 预拜 大家也一块儿来参与这个游戏啊 预拜 开始 发挥 发现 发财 还有 很多 一个 你算不起来 再想 再想 好多呀 再想 发展 什么 存放 再想 发笑 发笑 算了吗 算啊 发笑 还有 发贱 有发笑 发 哈哈 发笑 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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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想想 阿姨自己靠自己的努力 是想起来了六个 是不是 挺厉害了 咱们再给阿姨掌声鼓励一下 刚才给阿姨出了一个问题 以发为开头组词 看您组出多少个来 我愉问程度太差 那这生活当中 咱用的发的词太多了 我会数了 好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发家致富 四四成女 厉害呀 好 算 还有呢 发展农业 发展 您再说一点的规定 我现在闹不下 只要你发主词的都算 比如刚才阿姨说了发财 这就算 您再想一想 发家致富 然后发展 这个算 发动战争 发动 还有呢 发菜说了是吧 说了 发病 发病 还有呢 好多 我现在怎么这么紧张啊 别紧张啊 放松啊 再想一想 好多呢 一发开头的 什么来着 发票 发票 对 太半了 太半了 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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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超过一分钟了 因为我们是有现实的 这个是在一分钟之内 看看我们两位能说出多少个 以发为开头的 阿姨说上来六个 我们说说也说上来六个 咱们不管成绩怎么样 先用掌声再鼓励一下啊 很棒了 那彭医生 这两位的测试结果 能够说明什么问题 那么现在这个呢 说以发开头呢 那我们叫语音流畅性 是说音 那么从这么简单的一个测试当中 实际上呢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看到 语音的流畅性的测试 要比语音的要难 那么我们在医学上呢 就会用这种难易的程度 来辨别它的早期 或者晚期的一个语言的下降 现在呢 咱们做的都是游戏 但实际上呢 我们诊断一个疾病呢 要很多领域 然后呢 要看您动态的发展 结合我们整个影像学 和病史的评估全面给 但是这些呢 第一是对我们的康复有作用 第二呢 也可以作为简单的 一个筛查和评估 谢谢叔叔 华阿姨 那刚才我们说的就是 如果一旦 您曾经有过脑梗啊 或者是脑出血啊 也应该格外警惕自己 是不是有这个痴呆的变化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再看看 另外一个问题啊 这个呢 也是和疾病相关 我们看哪类人群 是比较容易患上老年痴呆的 如果您要有这样的基础病 也应该注意了 是有关节炎 痛风 还是血糖高的朋友呢 请先做出判断 我觉得应该是血糖高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血糖 高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 就会给心血管带来一些疾病 所以这个患老年痴呆 刚才也就是脑部的一个疾病 是不是 他们俩会有必然的关系呢 我们看看大家的判断是什么 看一下选择的是 绝大多数观众判断血糖高的人啊 更应该警惕了 是不是有老年痴呆的危险 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要提醒的 这里是用无限级高体质中草药健康食品 独家冠名由 关注白内障 关注眼健康的 沙普艾斯科学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CCTV 微视客户端 只要您对着屏幕摇动手机 就可以获得当机的健康资讯 我们要提醒的 就是这类人群 血糖高的朋友跟您警惕 这个是为什么呢 糖尿病呢 确实是我们老年痴呆 或者是认知障碍的 这样一个危险因素 那么在流调学呢 就显示 罹患了糖尿病的这个人群呢 更容易出现痴呆 那它的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样 就第一呢 我们大脑呢 应用我们的葡萄糖 我们要有 我们要有葡萄糖的 这样一个整个代谢 利用我们的糖 我们大脑的细胞 才能够思考问题 那么有糖尿病的患者呢 我们叫他有 胰岛素抵抗 那么这种胰岛素抵抗呢 也会发生在 我们大脑的综枢当中 就是我们利用 我们葡萄糖的能力下降了 所以我们的思考的能力 和我们的认知能力 就会下降 这是糖尿病导致 认知障碍的 其中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糖尿病呢 容易侵犯到 小血管小神经 导致动脉胀硬化呀 等等一系列的脑 脑子缺血 或者是梗死出血的 这样一系列的危险因素 那么这种血管因素呢 也可以影响到 我们的认知功能债 所以糖尿病呢 确实是认知障碍的 这样一个危险因素 因为在我们国家 糖尿病的人群 这个基数太大了 糖尿病的发病率很高 如果在糖尿病人群里 又发生认知的 障碍的 比没有糖尿病的人群呢 又要高出三到六倍 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现在 还有一部分人群也比较多 比方说像高血脂啊 高血压 这样的人容易患 老天痴呆吗 那么高血压和高脂血症 动脉肿胰化 这些呢 都是我们认知障碍的 一个危险因素 尤其是血压和糖尿病 它的危险因素呢 占的这样的因子 会更高一点点 像其实您刚才提到的 这种痛风 免疫的血管炎症 将来也会导致血管因素 也会影响认知 所以影响认知的 危险因素很多 但是呢 它不如血压和血糖 占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高 那从行为来说 我们都会有哪些表现呢 如果出现了认知障碍呢 记忆力下降 可能是我们认知的 一样一个标志 实际上这远远不够 除了我们的记忆力以外呢 比如说我们的定向力 定向力不好了 我们的认人呀 空间呀 结构的这样的一些 定向力不好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的 注意力和执行能力 如果这些都出现问题了 都要小心 将来呢 可能会出现认知障碍 我们知道了 这些危险因素 就可以提醒老年朋友们 从这些危险因素上 进行控制 然后预防认知的一个发生 我们还是通过一些 有趣的小测试 来帮助大家了解 您现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好 我们掌声 欢迎这位观众 咱们一块来玩一个小测试 好不好 我们先听听彭医生 怎么说这个游戏的玩法 好吗 我们现在呢 想请您做一个 这样一个互动的一个游戏 就是呢 我们将给您一组数字 我说完第一组 您再重复 好不好 先请您注意听 五 七 九 好 五 七 九 很好 下面再注意听 我说完您再说 三 五 八 一 三 五 八 一 很好 接着来 二 四 九 五 一 二 四 九 五 一 不错 很好 我们最后一组了 难度增加了 七 四 零 三 六 一 七 四 零 三 六 一 我们阿姨刚才测得很好 就等于顺贝的六个数字呢 基本全都说对了 下面呢 我们呢 要倒着说了 好 比如说医生说 一 二 三 那您就得反过来说 三 二 一 就这个意思 好的 好 那现在开始 第一组 五 七 九 九 七 五 好 那我们开始第二组 三 五 八 一 一 八 五 三 非常好 那我们第三组开始了 有点难了 二 四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二 四 阿姨觉得自己说的对吗 有打过吗 我知道不对 自己就觉得 我知道不对了 已经很好了 就是差了 没问题 挺好 我们再说最后一组 七 四 零 三 六 一 一 六 零 三 四 七 不错 很棒了 很棒了 我们再给掌声安安 一定要送给阿姨掌声 非常棒了 倒不来背 应该是更难一些的 但是我们发现 其实在第三和第四个 这个数字的复数上 我知道错了 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差错 已经很棒了 是不是 这个是帮我们了解什么呢 我们阿姨在检测的过程当中 可能自己已经体会出了 你要需要高度地 提高自己的注意力 注意在我这才能记住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测试 叫注意力的测试 也叫顺背倒背数的测试 如果我们的注意力 经常是涣散的话呢 那么会对我们的记忆力 执行能力都会有影响 所以注意力呢 实际上我们也是 我们认知的一个基础 那好多老年人 做什么都注意不了 包括日常的生活能力 比如做个饭 穿个衣服 然后别人跟他说个话 这样的一个维持 注意能力都下降的话 那么就要考虑 他可能有疾病的 早期的一个表现 实际上呢 我们除了这种注意力呢 我们也要看 就是我们的执行 包括注意和我们 做一件事情的能力 那我们有时候 会用一些拼积木啊 然后拼图形的方法 来看看你的视觉 空间觉 就是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 也是我们疾病 早期的表现 来 把相关的东西 拿到台前 咱们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呢 就是小积木 我们看到这个上面 还有不同的颜色 还有一个小本子 这个游戏怎么玩啊 方医生 请您到台中间 来跟我们观众说一说 这个呢 我们呢 主要是测试 我们的空间觉 比如说呢 我们这儿呢 会有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图形的 一个照片 那现在呢 我们这儿现在呢 有一个图片 然后呢 我们想请呢 阿姨呢 您帮我们 把这个积木 拍成这个图片的 这个样子 可以吗 好的 有时间要求吗 这个没有时间 好 我帮您拿话筒啊 摆在上面吗 对 摆得大一点 这个好难啊 好像我们小时候 玩那个七桥板 这个可不好摆 这个真的不好摆 不好摆 有难度吗 阿姨 有 有难度啊 它这个底儿 这个白的 你再找找 那个角是什么颜色的 角 我都没看出来 你现在在摆哪儿 一个部分呢 阿姨 我摆这个 真的有难度啊 这个 比七桥板难吗 我觉得这个就 就很考验 你对颜色呀 对空间呀 对那个距离呀 的认知 对 我觉得它 为什么难呢 因为七桥板是图形 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的 大概猜出来 对 但这个是因为 大小都不一样 这个我真的还 真是摆不了 这个 怎么办 有一点 咱来个简单的吧 也好 我们听主持人的 我们那个 先让阿姨 摆一个简单的 这样一个图形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图形 然后呢 请您摆这个图形 阿姨觉得拼得好吗 我觉得反正 跟那个差不多 阿姨这个图形呢 跟我们这个要求呢 拼得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阿姨 您完成得很好 这个能够说明什么呢 这确实是反映 我们脑子里的 一个空间觉 三维立体的 空间觉的 一个概念 我们有一些病人呢 如果三维的空间觉 出问题的话 比如说它跟袖子 跟裤子区别不开的话 它会把裤子 往胳膊上穿 我们好多痴呆的病人 就会有这样的 一些临床表现 所以经常做 这样的测试呢 实际上对我们的脑子 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锻炼 是 谢谢您 请您回到各位阿姨 谢谢彭医生 彭医生 咱们都说 这老年痴呆 好像老年人 才得这个病 你看像我们 现在身强力壮 而且也没有 类似于像三高 或者心脑血管疾病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们得这个 老年痴呆的 几率就会比较小呢 那年轻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不纵视 很多的这样危险因素 包括生活习惯 那么也会 将来会发生 认知功能债的 那我们看看 您在生活当中 如果有什么样的 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也有可能会让我们 和老年痴呆 越来越近了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哪一种生活习惯 是老年痴呆的危险因素呢 选择一下 是长期的熬夜 饮酒 还是不运动呢 请大家做出判断 我觉得应该是 长期饮酒吧 就很多人就说 这人喝酒喝傻了 就会因为这个 酒精中毒啊 或者什么 就会导致老年痴呆了 什么都记不住了 那我们看看 大家对这方面 了解的情况如何 先看一下陈泽诗 比较平均 大家觉得这三种情况 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要给您提示一下 如果您要是 长期熬夜 就应该挺替老年痴呆了 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们的观众呢 其实每个人 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比如说你头一天呢 晚上睡眠特别不好 熬了一整夜 那么第二天呢 如果让你考试的话 你的考试成绩 一定不会很好 那么在整个的 国际的这样的 研究的学书中会上 会发现 睡眠障碍 长期的不睡觉 那么跟记忆力的下降 关系非常的密切 如果长期的 出现睡眠障碍的 一些问题啊 包括你夜里不睡觉 然后呢 反复的企业 长期失眠的患者 他可以增加 痴呆的30%的发病率 像门诊呢 经常会看到 因为睡眠障碍 出现记忆力障碍的问题 然后来就诊的患者 他就会向你说说 不光是因为 睡眠问题了 那我的记忆出问题了 他发现 他经常记不住事情 所以他非常担心 自己得痴呆 所以睡眠 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那其实你看 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 说是长期饮酒 会导致老年痴呆 那您推荐的答案里面 却不是这个 为什么呢 小林 你这个问题 非常的好 实际上呢 在整个的国际的流调当中呢 发现 如果少量的应用 红葡萄酒的话 比如说我们一天 一杯 这样的红葡萄酒的话呢 实际上对痴呆 是有预防作用的 但是如果大量的 长期的酗酒 每天都喝得宁丁大醉 那确实是痴呆的 一个危险因素 所以酒呢 不是不能喝 要看你喝什么 怎么喝 除了这个方面以后 还有哪些危险的因素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 老年抑郁症的患者呢 整个的一个认知诈碍 和痴呆的一个几率 非常非常的高 比如说我们40岁 到50岁 这样的一些女性啊 她呢 会以记忆力下降来就诊 但实际上 我们在整个的 学问过程当中呢 会发现 她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她非常焦虑 容易发脾气 低落 还有老年人 滥用一些药 比如说安眠药呢 很多老年人 在睡不着的时候呢 会用一些安定啊 因为安定呢 是作用到我们这个 我们的脑子神经地质呢 我们就要有一个 抑制性神经地质 那么它刺激到 抑制性神经地质的时候呢 长期抑制它的话呢 那我们的认知记忆 就会下降 实际上营养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 我们的胃肠道的 对营养的吸收的能力 已经下降了啊 如果我们老年人 过度控制自己的饮食的话 那么可能 也会是二财毛病 导致的一个 这样一个危险因素 今天提到的 众多的危险因素啊 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 非常感谢彭医生的介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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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